行程來到最後一天,採訪團到南寧會見廣西藏族自治區領導 廣西藏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張曉音表示 廣西只有更好的開放才會有更好的發展 因此要加大與香港的聯繫合作 通過香港超級聯繫人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擴大一帶一路完善國家的合作 他強調廣西在不少方面仍然缺乏人才 因此會與香港專業聯繫、專業公會合作 張曉音認為在港口方面 廣西與香港雖然可能會有競爭 但有更多合作、互補的機會和空間 例如廣西的港口在近陽韓線更有優勢 而香港、深圳更多以遠陽韓線為主 因此廣西非常重視通過香港中轉的功能 不斷增加到香港的連接 從香港中轉到全球 被問及港澳通行政 未能夠在廣西辦理簽證去越南 張曉音表示會努力爭取 其後採訪團參觀廣西自治區民族博物館 通過各族的居住環境 廣西和服飾 演繹和服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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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集將會在4月中旬到訪新加坡 馬來西亞和泰國 Melt德 ander 演繹班 演繹的 演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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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